广岛峰会落幕了 那么针对台海议题 七大工业民主国家再次强调 不容中国片面改变现状 那么这一次G7最大的亮点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到广岛现场 而且跟从不谴责俄罗斯的 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也获得支持 那么七大领袖也发出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向俄国施压 停止其军事侵略 要立刻完全无条件的把军队撤出乌克兰 美欧可以说是大展团结对中国施压 好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我国驻法代表 也是国际政治学者吴志忠大使 来进一步分析 吴大使好 雅琳你好 好 首先来看乌克兰总统 这一次到G7广岛峰会 就是法国专机再去的 那么背后的协调密新式 在5月15号的时候 那么泽伦司机访问法国 他提出要参加G7峰会的意愿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就说 能够跟拒绝乌克兰援助的 这些国家来接触 可以帮助乌克兰扭转劣势 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也非常支持 那么泽伦司机提出运送上的需求 所以5月18号的时候 空军派出了一架A330空中巴士 到波兰的边境这边 那么现在泽伦司机飞4小时 把他送到沙奥地阿拉伯的吉达 让泽伦司机19号出席 阿拉伯联盟峰会 然后再花15个小时 从沙奥地阿拉伯 然后5月20号的时候 穿越了中国领空 一直到日本广岛 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个法国在支持乌克兰的行动方面 就是扮演一个蛮积极的角色 那么尤其这一次是送泽伦司机到广岛去 那么巴黎当局也认为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成就 大使您认为呢 我想法国想要展现 对于泽伦对于乌克兰另外一种程度的支持 可是法国现在也想要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 因为乌克兰战争现在带给欧洲蛮多问题的 通货膨胀 各方面能源缺乏这方面 那法国最近的几个动作很积极的 除了刚才亚琳提到的 用飞机送泽伦司机到日本去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 马克宏已经公开宣示 才上个礼拜 说法国即将训练乌克兰飞行员 战机飞行员 让他们能顺利操作幻象2000的飞机 这个很重要 马克宏还公开批评俄国说 俄国已经进入等于说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国势在下降 俄国相当程度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附庸了 那我们也不要忘记 马克宏在前一阵子到中国访问 其实他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就是希望中国也能去在俄乌战争扮演一个 比较支持乌克兰的这方面角色 也在就是希望积极来促进 这个战争的结束 然后让欧洲可以快速恢复到 重整他们目前的经济发展 或来面对他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困难 好那现在看起来 欧洲在面对乌俄战争立场就比较一致了 但是在面对台海议题的时候 是否有出现分歧呢 这一次G7领袖发表共同声明 那么里头就说反对中国经济胁迫 那么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那么英日甚至还签署了广岛协议 扩大英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跟合作 但是法国呢 4月初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 在回程的飞机上 他受访的时候就讲到说 欧洲不该因为台湾而卷入美中冲突 认为欧洲要有自己的战略自主 那么后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在中国他就反驳了 他就说呢 台海局势并不是跟欧洲无关 他强调欧盟对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 当然后来马克宏在欧洲一片反弹的声浪当中呢 他是有改口的 好 那大使你在法国也跟当地的政界都互动交流的非常的密切 你所了解的马克宏总统到底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我认为法国政府 那法国政府其实就是马克宏政府嘛 基本上在对台海议题这几年来 是算是算积极介入而且一致爱主张台海的稳定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 那个弃台的那个 事实上是我是认为 也不是他也不是弃台 他说我不愿意跟随美国 所以像那个法国外长 前几天才有公开 就是说法国是在最近唯一的国家 而且他很高兴他派遣战舰又穿越台海 来展现出法国捍卫这个地方自由航行的决心 法国也反对 就是说这个台海的问题是透过武力来解决的 那法国也支持 全力支持台湾加入世界人组织 法国外长是除了美国国务卿之外 唯一以外长身份公开去讲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政策是蛮一致的 那所以对这个其实只是方法不同 好那我们如果来看 欧洲其实过去曾经是比较亲中 但是这两年可以说是比较大幅的逆转 像是意大利 它是G7当中唯一加入中国一带一路的 但现在也后悔了 那说等这个协议明年到期的时候 那他们就考虑不续约了 那等于欧洲国家对中国立场有重新的校正 那其实也不只是意大利 像是中国跟中东欧国家合作 我们所谓的是7加1 现在已经萎缩到14加1 立陶宛在2021年的时候 他已经退出了就变16加1 那后来2022年8月的时候 爱沙里亚跟拉托维亚 他们也都退出就变成14加1 那目前捷克也喊出有意退出 不过像是匈牙利塞尔维亚跟希腊 就立场比较不一样 那么5月15号才访问中国的匈牙利外长 他就说那这个匈牙利 就是不希望欧盟成了一个反中集团 说欧盟应该寻求跟中国 那么开展战略合作 大使你怎么看现在欧盟至于台湾 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我尽量避免用亲中 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字 他们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基于欧盟的利益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欧洲 也想要有个自主的一个 就是说有个自主的一个态度 跟自主的政策 他既不愿意跟随美国 那他对于欧洲 对于中国也有他的看法 现在欧洲的觉醒是发现 对未来中国跟欧洲是不一致的 他们已经没有把 认为中国已经没有把永续发展 有关于环境议题当作很多优先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中国现在一天到晚就是习近平讲的 要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也就是说他把以前中国 欧洲最害怕的民族主义 现在天天挂在嘴上 所以他们的战略 在慢慢开始有不一样的 好那我刚才看到你上面写 那个匈牙利那个PORC 事实上不是匈牙利是PORC 是他们还在维持以前的 所谓的把中国当作非常重要目标 他们并没有跟随到 整个欧洲的战略转向 然后这个事实上是对目前欧洲的整体利益 就是说建立一个自主的这样的利益 是上市有妨碍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讲就是说 台湾这几年来 因为国际局势的改变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的正确正确 现在政府的政策正确 我们产品识别清楚 所以使得我们让整个欧洲有个很大的改变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OK好 所以这个透过大事 我们也看到这整个欧洲最近的一些改变 那目前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台湾有事 欧洲有事 世界也有事 台湾人要知世界事 稍待会儿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